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神 我们当中真的有人这样做 很遗憾我和师母还没有这个机会 不过我真的希望在我有生之年 也能够驾车横越美国大陆 但是如果我们可不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时光倒转160年 回到美国内战以前的那个时代 要横越美国旅行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 那个时候横越美国大陆呢 只有三种都不太理想的方法 第一个方式呢就是驾着马车 然后横越美国大陆 那这样的旅行要花费大概四到六个月的时间 非常的艰辛 因为要穿越许多的山脉 沙漠 还有河流 山区等等 这个非常非常艰难的旅行 那这个旅费大概要花当时的一千美金 相当于现在的大概三万多美金 这样的一个代价 第二个方式呢就是冒着非常大的风险 花六周的时间坐船 到那个南美洲智利最南端 叫做和恩角这个地方 然后从那里再绕上来 和恩角是堪称世界上 这个海况最恶劣的几个地区之一 历年以来已经有超过五百艘船在那里沉没 两万多人就葬身海底 那第三种方式呢 就是从中南美洲 以陆路的方式穿越巴拿马 不过那时候还没有巴拿马运河 但这个旅行的方式 就冒着感染许多疾病的这个威胁 因为要穿越那些雨林的地方 于是呢就在162年之前 就是公元1862年 美国国会就通过了一个决议 要叫做太平洋铁路法案 Pacific Railroad Act 他们决定要建造一条 连接美国东岸和西岸的铁路 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 后来花了七年的时间 新建这个铁路 终于在1869年顺利地完工 从此以后从纽约到旧金山 只需要花三天半 然后代价是150美金 各位可以想象 有了这条铁路以后 美国的国力发展 就真的是如虎添翼 很快地就变成一个世界级的强国 所以当时有人就称这个 横跨美国东西岸的这个铁路计划 叫做天下最宏伟的事业 就是这个荧幕上下边打的这条字 The Greatest Enterprise Under God 天下最宏伟的事业 那么其实的确从当时的角度来看呢 这个铁路计划的确是非常的伟大 但是放在今天的角度来看 建造一条铁路也没有那么的难 所以很难从今天角度来说 这也是一个天下最宏伟的计划 那么到底人类的历史中 到底有没有一个事业 真的称得上是一个天下最宏伟的事业呢 最近我们主日学新一约班 正在读《使徒行传》 然后就在研读初代教会 当时怎么样被建造起来的历史 那各位想象一下 两千多年前 在一个没有飞机 没有火车 没有汽车的年代 所有的旅行都是要用步行的方式 或者是其的牲口的方式 或者是坐船旅行的方式 那么初代教会的信徒 到底要花多少的时间在旅行上面 才能够把福音传遍整个罗马帝国呢 那个时代 同样是一个没有网路 没有电话的时代 那么 所有的交通方式 交流的方式 都要靠着口传 说话的方式 或者是写信的方式 才能够完成 那么 要向这么多人传福音 到底要花多大的努力呢 尽管有这么多东西的限制 但是基督信仰 却能够在罗马帝国境内 迅速地就传播开来 好像星火燎原一样 很快地 最后整个罗马帝国 就变成了以基督教为主的国家 那么直到今天 传福音的火炬仍然不断地 这条世界各地在传播 所以我们不得不说 福音 才真的上 称得为天下最宏伟的事业 当中福音 我们就不能不讲到使徒保罗 这位基督教历史上 最伟大的宣教士 从他的服饰当中 我们可以看得见 这个宇宙中最宏伟的事业的背后 其实是有一个 宇宙中最伟大的上帝 在推动这一切 那么上个礼拜天 我们新月班主日学 刚好学习到 使徒行专案第20章到21章 那那个地方就谈到保罗 在他第三次旅行宣道的 快要结束的时候 他经过一个叫做 特罗亚的这个地方 那是一个海港 在那里传福音 那么他在那里 带领了一个主日的崇拜 带领了主日的波饼聚会 圣餐主日 那使徒行专对于 那个段的经历 有非常详细的描述 就让我们 对于第一世纪的基督徒 如何来守圣餐 有个更多的了解 今天刚好我们教会 也是有圣餐的主日 所以我就暂停了我平常 尼西米记的这个讲道 我今天就用 使徒行专案第20章的这段经文 来让我们回顾第一世纪 那些基督徒 他们如何来守圣餐主日 也同时帮助 也求圣灵帮助我们 能够预备心 来领受今天的圣餐 但愿我们都能够 从今天的圣餐中 得到帮助 以至于我们对领受圣餐 有个更深的体会和认识 我们今天低头做一个祷告 才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 差遣使徒保罗 在公元第一世纪 走遍了罗马帝国 能够把这个福音 传到外邦人的世界里面 以至于今天我们才能够 坐在这里 一起来领受饼碑和敬拜主 当我们再次来回顾 这个当时的历史的时候 求你自己使我们 能够心怀感恩 并且也以这个领受饼碑为何等 有恩典的事情 求你自己帮助我们 圣灵亲自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 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 感谢神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我们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 好 刚才 思绘基督带领我们读的这段经文 我们就看见 昔日的圣餐里面 有几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 第一点 昔日的圣餐呢 是在星期日举行的 在星期日举行的 第一节的经文说 第七节的经文说 七日的第一日 我们聚会 摆饼的时候 保罗因为赤日 要赤日起行 就与他们讲论 只讲到半夜 这里第二十章的经文的背景 就是保罗第三次旅行步道 快要结束的时候 在他回到耶路撒冷这个途中呢 他就经过了今天在土耳其 西北方一个很小的一个海港城市 叫做特罗亚这个地方 其实特罗亚不是一个很大的城市 它也不是很有名的城市 那么但是呢 离他附近 差不多十英里的地方 有另外一个城市呢 那个城市就非常有名了 那个城市就叫做特洛伊 这个各位知道 我们那个读河马的这个史诗 那个木马图成记 就是发生在特洛伊这个城市 这两个城市是靠得很近的 只有十英里 那保罗曾经很多次地经过特罗亚 但是圣经里面都没有太多的记载 他在特洛伊亚停留了那些细节 就是很快地就路过 那么这一次呢 史诗经三第20章是保罗 最后一次经过特洛伊 他在这里停留了七天 为的是他要能够在礼拜天 主日崇拜的时候 和特洛伊的教会的弟兄姐妹 能够在一起 剥饼 纪念祖 那么这第七节这里面 一开始就提到说 七日的第一日 七日的第一日 那么第一日是指哪一天呢 我们倒入按犹太人的算法 上帝是用六天创造了世界 第七天上帝就休息了 那这第七天就是安息日 所以按照犹太人的算法 七日的最后一日呢 是指礼拜六 安息日 那么这里 却说到七日的第一日 这个第一日呢 就是星期日 这一节经文是新约圣经中 第一次这么清楚地提到 新约教会主日崇拜是在星期日 而不是在星期六 这个安息日 或许我们对于这节经文 没有太多的特别 有什么很深的感受 因为我们都已经非常习惯 礼拜天来参加主日崇拜 我们感觉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初代教会呢 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 而那是一个犹太人为主的群体 那么对他们来说 星期六 安息日是用来 敬拜主的日子 所以星期六 才应该是聚会的日子 而星期天 是做工的日子 圣经里面没有非常清楚地记载 新约教会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把这个主日的聚会呢 这个敬拜的时间 从礼拜六改到礼拜天 这里面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过程 但是从使徒行传里面 我们看见保罗 当时所建立的教会 里面的成员都是由犹太人 还有非犹太人 也就是外邦人 这样两个群体所组成的 所以由保罗所建立的教会 应该是一开始 就是从礼拜天在聚会 因为七日的第一日 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 基督徒在星期天聚会 是要纪念庆祝主的复活 那这有别于犹太教的 星期六安息日的会堂的聚会 所以新约教会在礼拜天 主日崇拜 并且所圣餐 摆饼纪念祖 大家是不是还记得 在我们启用这个227月新堂之前 我们在有很长一段时间 在隔壁那个2260那个场地聚会 那个场地是属于 叫做基督复灵安息日会的教堂 The Seventh-day Adventist Church 他们这个教派是星期六聚会的 他们虽然也自称为基督徒 不过他们认为 我们基督徒也应该遵守 旧约圣经里面 上帝吩咐以色列人 要守安息日的这个教导 所以应该礼拜六敬拜上帝 而不是星期天 那么他们所宣称的 是不是符合圣经的教导呢 其实是因为新约和旧约之间的差异 我们知道新约的出现 并不是为了要否定旧约 新约乃是旧约的升级 因此新约被称为更美的约 更好的约 所以旧约当中许多的诫命 它的律法在新约仍然适用 仍然需要遵守 但是有一些 仍然有一些地方是有经过改变的 那这种改变是一种升级 以至于它变得更好更美 用一个不是完全很贴切的比喻 我们想到 我们在做软体更新的时候 当软体升级到2.0版的时候 就发现新版的许多的功能和旧版 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新版当中是有些功能 是旧版所没有的 或者是旧版当中的功能 把它加以升级 变得更完善 更powerful 所以我们回头看 旧约时候所提到的安息日 那么对于我们基督徒 特别像我们这些外邦基督徒来说 我们信主之后 是不是还应该守 那个旧约的安息日呢 首先我们必须知道 在初代教会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有一个很大的会议 叫做耶路撒冷会议 在那个会议里面 其实教会领袖已经决定了 不要把犹太人 那些旧约时候的那些规条 加注在外邦人的身上 所以外邦人是不需要守安息日 也不需要受割离的 这就是保罗当时所建立的教会 所一次采用的这个 就是按照这个规矩在做 我们看看 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 那里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 这是耶路撒冷 会议的时候的决议 也是决议之后就写信给 那些保罗所建立的那些外邦教会 在这会议中 教会里面就是这么说的 他说因为圣灵和我们 我们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 和我们定义 就是决定了 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 别的重担指的就是 旧约时候对犹太人 那些律法的要求 包括安息日这样子 放在你们的身上 你们就是指外邦的基督徒 他说但是也不是全部都不需要遵守 他说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 就是境界寄偶像的物和血 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 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境界不犯就好了 愿你们平安 这里很明确地就指出说 外邦人成为基督徒之后 其实不需要完全遵守旧约的律法 不需要在被安息日或割离所限制 但是只需要遵守己见 就是不要吃寄过偶像的物和血 然后也不要吃勒死的牲畜 也不要兼淫 那么这里产生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那么外邦的基督徒 不需要再遵守安息日这些条例的话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 安息日对于我们外邦的基督徒来说 也不重要了 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呢 其实也不是这样子 我们看见圣经中有两段非常重要的记载 关于跟安息日有关的经文 我们从这两段经文当中 可以去深入了解 到底安息日所求的是什么 这两段经文一段在《出埃及记》 一段在《生命记》 《出埃及记》第31章16节到17节 这里说 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冤 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 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 第七日便安息舒畅 这个经文提到 上帝创造了宇宙 然后造了天地万物 也包括造了人 所以人需要从我们的忙碌的日常生活中 有一天能够分别出来 从忙碌的生活中停下脚步 然后思想一下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 祂是创造我们的那位主 所以我们不能够一直忙碌 而忘记了我们有一位创造主 我们是祂所造的 这是第一点 安息日对我们来说的意义 第二段经文 生命纪五章十五节这里 上帝告诉以色列人说 你也要纪念 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 耶和华你神用大人的手和伸出来的绑壁 将你从那里领出来 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 这段经文 叫以色列人要纪念上帝曾经用他大人的绑壁 把他们从做奴仆的地方拯救出来 让他们变成为自由的人 所以这两个意义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其实一样的重要的 今天我们生活在二十一世纪 可是我们仍然要思想到 上帝是我们的创造主 上帝掌管一切 第二点 我们在信主之前 我们都曾经活在罪恶的捆绑之下 我们也曾经是不自由的人 而如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自由 所以从这两方面的意义来说 安息日对我们一样的 有它积极的意义 这是我们应该要记住的事情 但是问题是 我们需不需要像犹太人那样子的守安息日呢 这犹太人守安息日 有很多很多的规定是不可以做 不可以做这个 不可以做那个 首先我们必须知道 旧约里面很多的条规呢 其实都是一个象征 而不是那个真正的实体 比如说旧约里面时候 说我们要献祭 献祭的时候 杀牛杀羊献祭 献祭这些深处的血 就可以让人的罪得到赦免 其实这些献祭 它真正的意义是要 指向新约时代 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的 那个献祭的羔羊 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 不是因为旧约时候 那些牛羊的血 使我们的罪被上帝饶恕了 而是那位新约时代 要来的耶稣基督 是祂的献祭 祂的牺牲 才让我们的罪 被上帝赦免 所以同理 安息日也同样是一个象征 祂其实要预告我们说 那真正的安息 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那里 主耶稣说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所以对我们信主的基督徒来说 你何时觉得背负重担 你何时需要安息 你就何时来到主耶稣基督那里 把你的重担卸下来 所以安息对我们来说 已经不再受限于时间 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得安息 不再有需要那些细节的限制了 我们随时需要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随时都可以享受安息 所以新约时代的安息 是2.0版的安息 不是旧约时代那样子的安息 我们可能不太能够体会到 这个安息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如果每天在工作里面 我们被重担所压得 闯不过气来的时候 我们就明白 安息是何人有福的一件事情 我们都会把重担卸下来 我给各位举一个例子 你就知道以色列人是如何来守安息日 大家可能不知道 以色列人在安息日开始之后呢 他们是礼拜五 礼拜五太阳下山就开始了安息日了 你知道礼拜六的太阳下山 这个时候是安息日 安息日一旦开始了 那么你就不能够生火 不能够做饭了 因为你点火 生火这个事情就是做工 那既然安息你就要彻底地休息 你是在安息日开始之后 你是不能够做饭的 所以在古代的以色列人 一旦进入安息日之后 他们只能够吃冷的食物 那么对于今天的 现代的以色列人来说 现代人比较需要吃热食 那么现代的以色列人 他们怎么样来变通 解决这个难题呢 他们变通的方式 就是在安息日开始之前 到点之前 先把食物放进微波炉里面 或者把食物放在电炉上面 然后他们用一种 可以事先设定的定时器 那可以定时 先把它事先设定好 然后呢 一旦到了到点的时候 定时器启动 然后电器就开始工作 这是以色列当地特有的技术 那么所以 因为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变成 不是在安息日开始之后 去使用那些微波炉 或者去使用那些电炉 或者是说开暖气 因为这都是 我没有做 这都是之前做的事情 所以回到正题 对我们新约时代基督徒来说 现在更有意义的事情 不是像旧约时代的犹太人这样子 是有许多安息日的规条 很多很多的限制 而是在新约的时代 一方面我们很积极地来庆祝 主耶稣基督在主日那一天的复活 同时另一方面 我们也需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安息 这两个事情 同时都非常重要 这件事情也提醒我们 我们基督徒需要把七日的第一日 就是我们的主日 分别为圣 我们要看重主日的这个日子 然后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 这也是初代教会 他们所带给我们的榜样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点 在昔日的圣餐当中 有讲道的信息 第七节 七日的第一日 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 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 就与他们讲论 只讲到半夜 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 有好些灯竹 这个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初代教会的圣餐主日聚会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那就是神的话语 也就是讲道 那么从这个字面的意义来看 我们可能会觉得 我们可能会以为 保罗那一次带领的圣餐主日 是从礼拜天早上 一直讲 讲 讲 讲到半夜 我们可能会有这种错觉 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 因为当时主日的崇拜 不是从礼拜天早上开始 而是从礼拜天的傍晚才开始 那这个理由 就是因为罗马帝国时代 他们的星期制度 不是七天为一周 而是八天为一周 所以星期天不是休息日 星期天是工作日 那么对于传统犹太教来说呢 既星期天也不是休息的日子 传统的犹太教 星期五的晚上开始是安息日 所以礼拜天是工作日 所以今天如果 今天你去以色列旅行 或者是你的公司 和以色列有生意往来的话 你就会很清楚地发现 今天以色列 他们一个礼拜当中 休息的日子 是星期五和星期六 星期五 就是他们用来去shopping的日子 或者是家里面搞卫生 或者是做家事的日子 那星期六呢 他们就去会堂 去守安息日 我在网上呢 就查了一下 其实犹太人 他们的工作时间 就是礼拜天到礼拜四 也是五天工作 礼拜五 礼拜六 周一到周四工作 星期五 星期六 休息 那么我在网上查到 位于以色列的基督教会 信主的基督教会 不是犹太教 基督教会 在以色列内的基督教会 他们聚会的时间 是什么时候呢 我在网上看了那些教会 聚会的时间 他们的崇拜时间 有的是在星期五的晚上 有的是星期六的早上 或是星期六的晚上 每个都是休息的日子 但也有的教会 是在星期天的晚上 但是没有星期天白天的聚会 因为星期天白天要工作 要干活 不能用来聚会 另外第八节这里经文也说到 说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 有好些灯烛 就是有好多蜡烛 那聚会的地方 点了许多的蜡烛 其实这是另外一个 非常清楚的证据显示 告诉我们当时主日聚会 这时间是在晚上 那初代教会 在七日的第一日 就是主日的晚上来聚会 这是当时不得已的选择 这个事情一直持续到公元第四世纪 当罗马的皇帝 康斯坦丁大帝 自己成为基督徒之后 他在宣布 星期天是全国休假的日子 那么又过了几十年的时间 那么周日休息的做法 才终于在整个帝国之内 落实下来 那教会才能够真正在 星期天的早上敬拜神 不过那是公元第四世纪时候的事情 再回到这里 指头群大帝二十章 既然初代教会的基督徒 是在星期天白天要工作的话 那么而且加上上个礼拜天 小敬弟兄在讲到 所以提到当时的人 工作时间是非常长的 对不对 还记得吗 6 to 6 那么所以到了聚会的时候 到礼拜天晚上 他们当晚来聚会的时候 他们聚会开始 一开始 第一件事情 就是一起吃饭 吃晚餐 然后在这里 他们分享食物 分享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爱 所以这个吃晚餐 就称为爱宴 分享食物 分享爱 爱业 那么弟兄姐妹在一起吃饭 是一个很好的交流的机会 很好的来显出 彼此相爱的见证 这应该是很好的事情 但是也不是每个教会都做得很好 比如保罗就曾经责备 哥林多教会他们的爱业 做得非常的失败 因为保罗就责备他们说 你们聚会的时候 算不得吃主的晚餐 因为吃的时候 个人先吃自己的饭 甚至这个饥饿 那个酒醉 所以说哥林多教会 他们在守圣餐的时候 在爱业的时候 他们不是彼此分享食物 而是每个人带自己的食物来 就自己吃了 然后今天情况很好的人 就吃得很饱 也喝醉 然后今天情况不好的人 或者那些没有干活 没有工资的钱 就没有办法 没有钱吃饭 就饿肚子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吃饭根本就不是爱业 因为这里面根本就没有爱 另外呢 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公元第一世纪那个时候 在保罗这个时代 也没有完全的圣经写出来 圣经还没有写完 所以大部分人手上都没有圣经 只有很少数的书卷 所以那个时候 既然大家没有圣经可以看 那么主日崇拜呢 就是唯一的机会 他们可以听到神话语的机会 所以讲到 分享神的话 在这个圣餐当中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第七节这里 保罗这里第七节最后 就讲说保罗讲到呢 只讲到半夜 讲到半夜 那么讲到半夜这个字 就是这句话在翻译的时候呢 有一个希腊字 一个动词呢 在中文翻译中 没有把它翻出来 漏掉了 这是叫做parateo这个字 这个字呢 就是延长的意思 那这个动词 延长 而且这个动词 它的词性是未完成式动词 也就是它在指的是 过去的时段当中 一件持续进行的事情 所以 这个延长 这个字被漏掉以后 它漏掉的意思是 那个延长是一个 持续在延长 持续在延长 一直不断地在延长 所以保罗讲到的时候 没有讲完 然后就延长了讲到 又延长了讲到 又延长了 一直延长 延长到半夜 算一算 大概 花了五个钟头的时间 讲到半夜 那么 大家知道说 在那个时候 大家 在 这说明 平常的时候的聚会呢 主日崇拜的聚会 不会讲到这么久 因为 周日大家白天 工作了一整天 其实 都很累了 而且隔天呢 星期一 可能大家仍然要工作 所以 平常的聚会 是不可能 持续到半夜的 但是这一次的聚会 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聚会 因为是保罗 亲自来带领这个聚会 保罗路过这里 非常非常难得 虽然保罗以前 曾经来过 特洛亚很多次 不过没有什么 记载 他停留很久 但这一次 保罗特别 要停留久一点 因为他 他在这里 分享神的话 保罗信里面非常清楚 他这一次 经过特洛亚 然后回到耶路撒冷 之后 他明白 他心中已经有 神给他的感动 他在那里 要遇到很多的危难 以后他没有机会 再回到这个地方 所以 他这次要把握机会 把他心中很迫切 要跟大家分享的话 在这里 一次把他讲完 所以他一次讲 讲到半夜 可见他的心 是多么的迫切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也看见 特洛亚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 他们虽然工作了一整天 其实是很疲惫 可是他们仍然愿意 花代价来聚会 付了很大很大的代价 他们对神的话 是非常非常渴慕的 非常渴慕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对神的话语 也有像他们这样 这么渴慕的心 但是我们对神话语的渴慕 绝对不能够只靠着 星期天我们来教会 听一个讲道 就能够吃得饱 更重要的事情 我们应该每天 自己打开圣经 自己读一点神的话 我知道我们教会有不少人 在参加那个环球圣经的 一个读经计划 我们教会的周报 也有读经计划 我盼望我们有更多的人 养成读经的习惯 好好的来阅读神的话 从当中真的吃到 神要给我们的 属灵的粮食 得到喂养 再看第三点 洗衣的圣餐 聚会也有掰饼 来纪念主的寿司 第十节 保罗下去 伏在他身上 抱着他 说你们不要发慌 他的灵魂还在身上 保罗又上去掰饼 吃了 谈论许久 直到天亮 这才走了 十日的主日聚会 当然也是有掰饼 从第十一节经文来看 这个剥饼显然是在 讲道之后 那么剥饼 就是我们所说的圣餐 把饼剥开来 相当主耶稣基督 他的身体 为我们破碎 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牺牲 他流的血 洗尽了我们的罪 那么主耶稣 在他最后晚餐 吩咐他的门徒说 要常常 剥饼 纪念主 为的是纪念主 那么甚至在教会 刚刚建立的时候 当时的信徒 是天天剥饼 我也知道 有的教会是 每个礼拜天 都有剥饼聚会 为什么主耶稣 要他的门徒 要常常地 剥饼 纪念主 我想主要有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就是 人是非常健忘的 我们很容易 就在不知不觉当中 忘记了主耶稣 为我们牺牲 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恩典 我们慢慢地 就把这个救恩 当作一件 好像理所当然的事情 以至于我们就 很容易就在 不知不觉当中 就逐渐忘记 然后我们忘记了 这个事情之后 我们的行事为人 其实就跟一般 没有信主的人 就没有太大的差别了 所以这是第一个 我们常常纪念 主为我们的牺牲 第二个 我们要知道 主耶稣愿意为我们 上之下而始 这种牺牲 他的背后是出于 神的爱 东马书五章八节说 唯有基督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 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神的爱 所以我们真的需要 常常地想到神的爱 因为爱的力量 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当我想到 我们有一个 这么爱我们的神的时候 我们被这个爱 感动的时候 我们就会 心甘情愿地 来遵守主的吩咐 心甘情愿地 过一个分别为生的生活 所以再来 第十一节 这里又说到保罗 拨饼之后又吃了 又谈论许久 直到天亮 这里说吃了 拨饼之后又吃了 这个吃了 不是指吃晚餐的意思 晚餐 是在聚会一开始 就吃过了 这里说吃了 是因为这次聚会 延长到了半夜 所以这个吃了 是指吃 吃一点宵夜的意思 因为大家肚子 也一定也有点饿了 然后吃完宵夜之后 就另外的谈论了 许久 直到天亮 谈论这个字 这个原文里面 不是指讲道的意思 这个字 不是指讲道 而是指说话 而是指交流的意思 这里告诉我们说 保罗他在拨饼之后 接下来的时间 不是讲道 而是交谈 保罗和教会的弟兄姐妹 之间继续有一些 交谈交流的时间 一直到了天亮 所以我相信 当这个波饼 在半夜结束的时候 可能教会里面 很多弟兄姐妹 都回家睡觉了 但是我相信 当时教会的领袖 可能另外加上一些 特别有心追求的弟兄姐妹 可能当时有一些人 留下来 和保罗继续地交流 一直到天亮 到了天亮之后 保罗就直接就上路 继续出发前往耶路撒冷 看到这里 看到保罗愿意 牺牲整晚睡觉的时间 这是为了可能 跟一些少数人 在这里交流的时候 我们真的为保罗 他的 为主摆上的这个精神 深深感恩 保罗 保罗这种 为主摆上的见证 其实是所有 所有侍奉神的人的榜样 这样子的牺牲 最后呢 在结束之前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在网上看到的这个资料 根据统计呢 美国的男性 平均寿命是大概76岁 76点 后面一个小数点 总之 大数76岁 如果我们把我们生命中 花在所有事情上面的时间呢 把它做个累积的话 归类 然后累积起来 然后累积的时候 一天24个小时 一年365天 把那时间累积起来 然后把它换算成 一个完整的时间 来算的话 我们就得到这个 Data 就是你在一个美国男生 男性 他在一生当中 他将花三年的时间受教育 就是把所有读书的时间 都加起来 然后累积 小时数加起来 一天24小时 一年365天 通通把它算在一起 然后 以这样子的完整的时间 来算堆在一起的话 花三年的时间在读书 吃饭花了七年 工作花了十四年 交通花掉五年 讲话花了五年 生病大概花一年 睡眠24年 娱乐 阅读三年 娱乐花12年 很有意思对不对 花最多的时间是睡眠 24年 75年的岁月当中 其中有24年是在睡觉 好 那么 想象一下 如果一个人 一个美国男人 他在30岁的时候信主 然后信主之后呢 他就 每个礼拜天 去教会做礼拜 每天 每个礼拜花 一个半小时 在教会做礼拜 那么直到他76岁 被主接去为止 如果把他做礼拜的 聚会的时间 把他加在一起的话 跌起来 那么到他 从他信主 到他76岁 离开这个世界 你知道 这个时间有多长吗 答案是 4.9个月 居然不到五个月的时间 如果 如果我们自己没有 阅读 读圣经的习惯 我们也不成了团契 也不成了祷告会 我们就凭着 差不多五个月的时间 就这里 听到 那么我们就要 将来预备 自己要在永恒中 和上帝 永远同在的话 那么 请问 这样的预备 是不是有点 太仓促了一点 好像显出 我们对上帝 也没有那么的重视 福音既然是 天下最宏伟的事业 The greatest enterprise under God 看看使徒保罗 当时怎么样 把这个福音 传遍罗马帝国 看看特罗亚的 教会的一众姐妹 怎么样 可慕神的时候 我在想 在我们 自己 面对神的时候 我们如何 来反省自己 该怎么样 用我们在地上的时间呢 我们该怎么样 将来建主的时候 对他 有所交代呢 看望上帝 对我们每一个人 来说话 使我们 在领受上帝 所给我们的 这个资源 不光是金钱 还有时间 还有我们的才干 我们该如何 来应用 求主给我们智慧 赐给我们智慧的心 好像我们数算 自己的日子 我们就低头来祷告 慈爱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 让我们在地上 有生的年日里面 可以认识上帝 可以认识福音 也感谢神 我们领受了 这个神的生命之后 我们自己的生命 也有所改变 愿我们能够看重 每一个与你相聚的时光 因为我们自己 警醒自己 在地上过的每一天 我们要向你交账的时候 我们可慕听到你 对我们的称许 说你这个又良善 又忠心的仆人 可以进来 享受你主人 一切的快乐 求你成全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祈求 奉我们主 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名祷告 阿们 我们就祈求来唱三一颂 祂祢 赞美曾神万福之本 十少万民 赞美祖恩 天师天君 赞美祖民 赞美神父 神之生命 阿们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 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向你仰脸 赐你平安 阿们 请坐